大家早 在昨天冷空氣的強度 是白天的時候達到最強 所以昨天如果你在北部的朋友 就會發現到一整天 雲層多 天氣涼稍稍的 我們來看幾個觀測資料 先來注意到 在昨天的時候 最涼的地方是在淡水十五點七度 真的蠻低的 可是你可以注意時間點 是在白天的時候 白天的十點零七分的時候 淡水的溫度在十五點零七十五點七度 這就告訴大家說 這溫度狀況在白天的時候 冷空氣的強度是最強的 但是中午的溫度在高雄有二十九點九度 所以可以看到南北的溫差 明顯的偏大 海邊的陣風 現在在冬極島 跟包含藍雨的陣風 可都有九級的陣風 今天的風力也是這麼強 所以海上作業的朋友要小心 那玉山的溫度冷 清晨天亮之前 只有零下四點三度 東北風的強度 就到今天的晚上要結束了 不過禮拜三氣溫上升 星期四下午以後開始溫度要下降 星期五的低溫的部分 就會降到十五度 因為更強的冷空氣難下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 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面我們現在注意到北方 北方高尾度的高壓系統 正在逐漸的東移 預估在今天的傍晚的時候 北方的冷高壓會從江蘇 逐漸的進入到達東海的位置 風場來說 在今天白天仍然吹著北風下來 天氣仍然是涼騷騷的 但北部的朋友會發現到 比昨天高一點 因為最重要就在於雲層量來說 會減少一些些 相對的有時候溫度狀況來說 隨著陽光有沒有照射到地面 溫度的差距就會開始出現 但到了今晚 隨著高壓一出海之後 風向變為偏東風 溫度上升幅度相對的 就會在禮拜三的時候比較明顯 但很快的西北地區的冷高壓 已經在西伯利亞逐漸的醞釀當中 預估在週四的下午開始 更強的一股冷空氣 將要影響臺灣上空 我們就來看一下今晚的地面天氣圖了 晚上的時候這個高壓系統 將從江蘇逐漸的出海 當他一出海 我們的風向就由正北風 逐漸的轉為偏東北風 所以相對的再轉為偏東風 所以這表示說什麼 冷空氣強度要減弱了 北方有高壓 高壓的維度仍然偏高 目前來看的話 要到禮拜四的下午以後 開始影響臺灣上空 而下一股冷空氣週四影響 週五最冷 週六的時候冷空氣強度在夜晚偏強 到了禮拜天的時候氣溫上升 但來注意喔 在這個TS就是一個輕度颱風 目前緯度還更低 在我們雲土以外 這個颱風系統未來會往呂宋島南邊的島嶼去走 所以對我們來說是沒有任何影響的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溫度 白天的溫度形態來說 在這北部地區仍然偏涼 東半部地區雲多有短暫雨 中南部有陽光 日夜溫差大 歪島地區來說馬祖金門夜晚溫度偏低 小叮嚀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重要在於說 早晚冷穿著方面要保暖 海邊風大 騎車的朋友要注意